共軍東海演習 嗆美日聯合軍演 中國東海艦隊與中國海監預政部門 昨天上午在東海海域舉行2012東海協作聯合軍演 共有11艘船艦、8架飛機和1000多人參演 顯然是針對釣魚台獵魚引發的中日主權爭議而來 由於美日將於下月舉行聯合軍演 中國此舉被認為較勁意味濃厚 新華社報導此次軍演的假定狀況是海上威權突發事件 模擬中國執法船在爭議海域護漁時 造他國船艦惡意阻撓 造成船隻損壞人員落水 東海艦隊接獲訊息緊急出動徐州號護衛艦 和平方舟號醫療船等軍艦與直升機前往救援 此次演練早演於有效維護我國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 以檢驗提高軍地海上聯合維權鬥爭能力 特別是指揮協同和應急處置能力 檢驗完善方案預案 積累軍地海上聯合維權經驗 日本朝日新聞昨天分析 中方過去並沒有在釣魚台發生軍事衝突 但這次演習特別強調海軍地位 今後中日在當地的衝突必然升高 日本航空自衛隊前將領左承手近日受訪時放話 中共解放軍若佔領釣魚台 日方將出動神盾艦、潛艦、戰機與空中預警機等武力 最快24小時內就可以奪回釣魚台 動新聞綜合報導 紙巨 Erfolg 公司 感谢观看